你也不想要 这款红酒啊 很不错的 宫贝贝 不要这个我 何曼丽 宫贝贝 你好久不见了 宫贝 你们认识啊 那是啊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是同一届的 而且呢 还是同一楼道里的 我跟他 都还是校排球队的主力呢 那么巧 这是秦总 我老板 现在我是 绿宝石公司的 签约模特 模特啊 太适合你了 你看你的身材 跟大学的时候一样 都没有变 还好吧 同事聚会 来买几瓶红酒 这么巧 我也是来买红酒的 可是我对红酒不懂 那你帮我看看 可以啊 来 这个不错 这酒啊 很实惠 好喝吗 当然好喝 那我就拿这个吧 拿六瓶好了 好 你不是在美国吗 是回来度假呢 还是常住啊 在十日回来度假 住哪儿啊 有空我到时候 约你出来玩玩 我现在住在 思佳的家里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他跟李秋阳 都是大老板 大盲人 我们这些边边角角的 排不上 你怎么那么说啊 什么边边角角的 谢谢你帮我调红酒 那我先去买单了 好 好 那有空联系 买一下单 谢谢啊 不客气 刷卡 好的 我一起来吧 不不不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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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让你买 来 帮我刷卡 好的 韩离 谢谢 周六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饭 周六 我不行 我答应四家的儿子 带他出去玩 答应小朋友的话 一定要算数的 答应孩子的事 一定要兑现 是啊 小孩子不好糊弄啊 是的 好 麻烦签一下名 我还有些东西要买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拜拜 再见 走了 贝贝 拜拜 别跟他说 转发 霸天 你 不然 别喝太多了 别喝了 真的不能喝那么多了 别喝了 我没喝多了 谁说我喝多了 真的不能喝了 我没喝多了 最后再喝就多了 干 来 放酒拿了 别给他酒了 别给他酒了 喂 阿姨 我是阿强 什么事啊 固然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 一个人在我这喝个酒呢 他喝太多了 他还要喝 我都不完给他喝了 阿强 你让他少喝点 你让他赶快回家 阿姨 你把电话 关了 固然 固然 你不能再 您拨帐的用户已公开 可以车后再拨 这孩子喝什么酒啊 我可以车后再拨 我能先停止 你什么了 来 你这个 入口 你或者带我 你老公 他还不把我 能不能再拨开 快就来 他还不够带我 不过 不过 你不是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醉了 他今天啊喝了特别多的酒 我劝他他也不听 你看了吗 顾然 跟我回家了 顾然 谁啊 你去吧 别喝了 我们认识吗 我是何曼丽 何姐姐 你不记得了 何姐姐 何姐姐 你是林思佳的闺蜜 别喝了 别喝了不然 可以呗 你别喝了 走 跟我回家 回去吧 回去吧 顾扬 还搜到我父亲 还侮辱我人格 现在要把林总赶走 我跟他没完 你别说了 跟我回家 走 走了 回去吧 回去吧 他结过这样的病啊 结过了 结过了 谢谢你啊 没事 你干什么 小心啊 没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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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办公室 我找李秋阳 你喝醉了 回家好不好 不要闹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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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拦着我 你这儿怎么这样 你 你喝醉了回家 你不要闹了 你 你别拉着我 我要去找李秋阳 我要报仇 报什么仇啊 人家夫妻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 你 你拉我干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谁说跟我没关系 你 你 古人 古人 不要再闹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们回家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跟我回家 走 回家了 走 走了 你爸爸是被活活地气死的 既然固人说 李秋阳是杀父仇人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 易卫寺上班呢 他就是想接近李秋阳 找出杀害你父亲的证据 想讨回个公道 原来是这样 这件事呢 也怪我 我也不该那么说 当时我不在场 我也都是听他们说 你爸爸是被他们害死的 这个李秋阳呢 我面儿也没见过 你爸爸是不是被他气死的 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 这冤家呀 以解不以解 李秋阳的事 我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你爸爸他已经没了 我不想再让固然出什么事 他年轻气盛 做事鲁莽 以后 你要帮我看着他 别让他再出事 固然在这世上 是你唯一有血缘的亲人 我会的 您不用担心 你们在说什么 妈 什 什么血缘关系 刚才在说什么 果然 曼莉是你的姐姐 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姐姐 你不应该是你 我忘了也没有 那么大的聪明 就会出一跳 是陈阿姨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可怜的妈妈 你妈妈 是 她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 还没有结婚 就怀上了她的骨肉 都说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来她才应该是顾天明的妻子 妈 那后来为什么 因为她生病了 是不治之症 所以她生下我 没多久之后就过世了 是不是啊 陈阿姨 是 是这样的 真没想到我们之间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啊 本来我今天心情挺郁闷的 就想借酒消愁 可是现在 老天居然给我送来了一个姐姐 你 你真的是我姐姐 对吗 是啊 太好了 我有姐姐了 妈 我有姐姐了 姐 以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就是你弟弟 我保护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对吧 妈 是 果然 我听你这么说真的很开心 既然你是我弟弟 那么 你就听姐姐的一句劝好不好 当然了 你说 秋阳她是我的老同学 我不管你对她有任何怨恨 也绝对不可以乱来 好吗 姐 她是害死我们爸爸的人 我知道 可是刚刚陈阿姨不是也说了吗 这件事情跟李秋阳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些还不能够被证实 你绝对不能够意气用事的 好 果然 你姐姐说得对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冷静一点 去想一想这件事情 不要因为冲动而做出傻事 好吗 你可以答应我吗 行 我答应你 请φ 干吗 干吗 我怎么忘条闹表了呢 7点半了 这是我的通知过了 你放心吧 老公 我抢起件事啊 我好像听说 我们公司最近的新员工 素质不是很高 对不对 我跟那个黄公说了 让他们培训部 马上出一个方案 今天我们到了公司之后 就要盯一下 方案一行的话 马上执行 不能耽误时间啊 咱们公司是不是有 二十个员工没有办保险 对不对 有 我说你得赶快去催他们 让他们赶快买了 一旦他们告我们 那这事就麻烦了 这是前两天 不是都说过了吗 老李在场 老李这个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整天拖拖拉拉的 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行行行 得得得 这么着 我让我让许乐乐去催 行吗 不行 不行 许乐乐催没用 您必须要亲自打电话 盯一下 今天到了公司之后 您马上打电话 让他在一周之内 必须完成 否则我 否则怎么了 否则我继续在家当家庭主妇呗 怎么不说话了 否则怎么了 否则我继续在家当家庭主妇呗 否则我继续在家当家庭主妇呗 我 我决定了 以后公司的事情 我向天发誓 不再问半个字 一会儿陪我做一个计划书 什么计划书啊 二十四小时做家庭主妇的计划书啊 早晨起来 我要做早餐 送多多上幼儿园 上幼儿园 上幼儿园 下午我 看书 听音乐 睡觉 下午我购物 花钱 烧品 做美容 陪你聊天 怎么样 很好啊 不就是当阔太太吗 有什么不会的呀 干活不会 享福还不会吗 从今天开始 我在家里就只顾着喝汤 不管不顾 曼莉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 贤惠的道理 就是闲着 什么也不会 你看看你这孩子 你自己知道是过敏体质 这切山药戴手套 赶紧找手套啊 这手套哪儿去了 又过敏了 小林 我来 我来 切山药 我来 林姐姐会切菜子 这有什么不会切的呀 又不是什么尖端技术 对不对 怎么样 怎么样 没过敏吧 阿姨 小林 妈 中午吃什么呀 山药炖鸡 山药炖鸡啊 我来做 这个我拿手啊 你们就请好吧 中午就有好吃的 山药炖鸡 你行嘛 阿姨你放心吧 一美思那么大的公司 她都可以搞定 家里这点小事 还怕她搞不定啊 再说了 思佳她也不是千金大小姐出身的 我们可是孤儿园长大的孩子 有什么不会的 对不对 知我者 曼丽也 记住 这可是柴鸡 不用放料酒 只要放枸杞和生姜就行了 知道了 加满水 中途不要再加水 这样汤才能有滋有味 都记住了 好 曼丽 正好有事情要请教你 我在网上买的件衣服想退 帮我看看 走走走 许乐乐 许乐乐 到了 李总 我问你啊 那个旗舰店的 资料怎么还没发过来啊 我发了呀 我刚给你发过去 您没有说到吗 没有啊 糟了糟了糟了 李总 我发到林总那儿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李总 我一会儿给您重发 我马上给您发 林总 林姐姐 我又做错了一件事情 那个旗舰店把这个月的报表 发给了我 让我发给李总的 可是我这鼠标一点吧 我有习惯性的发给你了 嗯 你要是看到后 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生气啊 那我生什么气啊 因为 因为旗舰店这个月的情况不太好 也不是不太好了 是很不好 李总正在那儿发脾气呢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先挂了 宝贝 还想吃什么 只要你高兴 尽管点 来 你吃啊 来 你先吃 我接个电话 表哥 查你的银行卡了吗 查了 钱已经到账了 谢谢表哥 表哥 你总是把我当小孩护着 其实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也是你应该得的 你为表哥做的那个事啊 表哥不会忘 林思佳走了 他李秋阳这个孤家寡人 怕是玩不拽伊美斯 对了 表哥 我下午刚给李秋阳 把旗舰店第一个月的销售情况表 给做出来了 怎么样啊 很惨 我早就说过 旗舰店是把双刃剑 做好了 能提高伊美斯的实力和地位 做不好 等着被拖垮吧 伯伯 谁来的电话 神神秘秘够暧昧的 肯定是个女人 又被你猜中了 你们女人对男人的手机 真是太敏感了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西西里度假的吗 我还像傻子一样等着呢 去啊 一定去 不过最近有点忙 你在公司又不是没看见 忙 忙你有时间去找那个何曼丽啊 我没说错吧 我的伯伯 学会吃醋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近跟她走得很近是不是 何曼丽那个人 我可是太知道了 她要真跟你在一块儿 涂的就是你的钱 高 实在是高 贝贝啊 我越来越看好你啊 你们女人的心思 只有你们女人才能明白 好可爱 那这样不就可以登录了吗 何姐姐真厉害啊 满力 你可是真厉害啊 这电脑真是个好东西 这以后年纪大了 要什么东西不用出门 这一点就有了 真的很方便 是是是 阿姨 我到厨房帮你切点水果吧 不用了 我去吧 我去吧 对对 不用忙 不用忙 没关系 我去 我去去吧 没关系 我去 这活那么小 什么时候能熟 你看 卖力 不行了 你看我这儿又出问题了 来了来了 我跟她接触啊 就是商业上的合作 绝不含任何感情色彩 和卖力你就别打主意了 她的心思都在李秋阳身上呢 你提起李秋阳 我想起她那个旗舰殿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你不是购物狂吗 这几天啊 过去转转 都是老同学嘛 你怎么也得过去帮臣帮臣 我求之不得 钱 这不便宜吧 自己看 喜欢吗 喜欢死了 好 刚才就是这样 你看怎么回事啊这个 别担心我看看啊 撒子东西糊了 来 思佳 林思佳 怎么了妈 怎么了 你不长鼻子呀 我 我的鸡 我的鸡啊 动鸡 动鸡 晓菱儿 你别担心太太抢了你的饭碗了 这家没你还真不行 别以为我又是网上买的柴鸡啊 我这可是亲自到菜市场 亲自挑的 亲眼看着人家杀了的退的毛 两斤多重呢 妈 说不好 我太大意了 我没想到她怎么会 我就上去一会儿啊 我上去之前我把火调到最小了 我还放了一锅水 怎么这么快她就糊了 看 你问我们 那我们问谁去啊 不是我说你 思佳 这做人做事得踏踏实实的 我真的不能想象 你是怎么管一个大公司的 阿姨 这事情不能怪思佳 应该怪我 不不不 没你的事 我们又没让她做 是她自己大包大揽的 你们今天就看我的 我给你们露一手 你别给她打掩护了 妈 是我不好 我惹您生气了 您看我把这鸡给炖糊了 要不这样咱中午叫外卖吧 我晚上一定好好给您露一手 不必了 不必了 我可不敢再劳驾 你这大经理了 夏琳 赶快给我下碗西红柿鸡蛋面 都快十二点了 好的 再不吃午饭啊 我睡不了午觉 这血压又得高上去了 您别生气 妈 妈 您别生气 真是 妈妈 你在玩愤怒的小鸟吗 嗯 你们当然真讲话 不跟小孩玩自己偷偷玩 乖儿子别闹啊 妈妈忙着呢 睡觉去 快去 我睡不着我要听故事 乖儿子你别闹了 妈妈正忙着呢 你找曼丽阿姨讲故事去 曼丽不让我找她 她让我找你 我忙 儿子 你别动 你给我 你一会儿没了 搞什么场 闹什么事啊 你怎么不穿裤子 把裤头套头上啊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怎么内裤套头上了 来来来 不睡觉 不听话啊 一会儿你着凉了 我打你屁股啊 打屁股了 妈妈都说了 怎么回事啊 不听妈妈话 来 听话 立正 听话 立正 是 先生 向左转 起步走 回房间 我要听故事 你看你看 曼丽把她惯了 必须听故事 你看 多多 妈不是给你买了这个吗 她会讲故事啊 你回房间 让机器给你讲故事 好不好 你让机器讲故事 三岁的时候 片面她还行 现在完全不吃这套 我不要 不要 我叫了妈妈讲故事 好好好 妈妈讲故事 好 儿子回你屋去 妈一会儿给你讲故事 先回屋等我啊 快走 去去去 小臭门 臭小子 谁教她的啊 是你教她的吗 臭幼 老公 我哪有心情给她讲故事啊 你看啊 这二百五许乐乐 你看 本来没事给你找事 什么叫找事啊 再说这叫找事嘛 我一直对旗舰店的情况很担心 没想到比我预期的还要差 我今天下午去了旗舰店了 跟他们开了碰头会 怎么说的 一方面呢是继续大力宣传对吧 建立目标客户群 另外一方面 我想啊 在价格上面 是不是有退让的余地 毕竟我们的店也是新开的 口碑还没传出去 别担心了 这么晚你还不睡啊 我怕多多找我给他说故事 思佳会给他讲故事的 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事了 好 对了 昨天你很晚回来是吧 是啊 昨天顾然约我去酒吧喝酒 他喝多了 所以我就打车送他回去 就回来晚了 你跟顾然很熟啊 这顾然还是个酒鬼啊 我跟他没有很熟 就是那次家里办派对嘛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 然后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老乡 也在美国待过 最巧的是 我们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 所以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了 不过你 你别误会 他不是酒鬼 没事 他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打电话 希望我这个老乡可以陪他去散散心 哪知道一下就喝多了 固然 他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他因为思佳要离开公司了呀 他又不希望思佳离开 所以 这我可以理解的 邱阳 你想想看 毕竟思佳是他的直接领导 而且也是思佳把他招聘进公司的 对吧 是啊 他指负思佳 在我面前永远是怪怪的 年轻人嘛 可能就比较有个性吧 有个性是好事 可是个性太强了 那就不好了 跟你说了那么多了 赶紧睡觉吧 不早了 你也是 第二天早晨 他把钥匙交给了蓝胡子 蓝胡子非常狡猾 他看见他拿着钥匙 在那儿手发抖 蓝胡子一下子就猜出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啊 太太 钥匙上怎么有这么多的血呢 妈妈 他老婆吓得脸都发白了 脸都白了 他老婆说呀 好酷啊 我不知道呀 不知道 妈妈 你猜蓝胡子怎么着呀 怎么着 多多 你看蓝胡子就是这样的 太太 你非死不可 必须马上就死 多多 林思佳 是你哄多多睡觉 还是多多哄你睡觉啊 妈 你要去哪里啊 思佳 过来啊 去哪儿啊 我带你看养东西 好 你看 就是那里面 小姐 您看一下吧 我知道这是你的爱 不就是观光农业无土栽培 大鹏养植吗 走了走了走了 我今生是与此无缘了 您请看一下 人家说呀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其实女人也怕入错行的 我说你也该知足了吧 里面请 咱们班上就你跟邱阳 最有前途好不好 前途 前途跟我的理想是两码事 你知道吗 我最爱的东西是这个 可是呢 这辈子看来是没戏了 你说当初康奈尔大学 干嘛就不要我呢 如果康奈尔大学把我录取了 我相信我一定是一个 有机无土栽培的专家 或者是温室专家 是 是 肯定是 你跟康奈尔大学那位导师 还有没有联系啊 没有啊 干嘛 怎么没有联系呢你 你帮我查查 他们当初干嘛不要我呀 你说我这么喜欢这个专业 都是因为他们把我拒之门外 不然我相信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 无土栽培的专家 而且 你记不记得 我们俩当初把那个卷子 还对过的 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就没有录取我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要查 当初干嘛不查啊 都已经过去十年了 你想想看 你孩子都已经五岁了 谁知道那些判分的教授 还在不在啊 不甘心哪 五岁了我也不甘心 多大了我都不甘心 你别不甘心了 走了走了 林总 您怎么来了 听说您离开公司了 我们这儿正郁闷呢 您可不能不管我们呢 第一个月的财务报表 不知道您看了吗 今天我是带我朋友 来店里看看 选选衣服的 好啊 以后工作上的事情 还是找李总吧 来 有没有喜欢的 你们呀也不要太着急了 一个店刚刚开张 生意不好是很正常的 我们需要慢慢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积累客户源 我们旗舰店是 易美丝最重要的窗口 一定要做好 有什么问题 你们尽快解决 不要灰心 知道了吗 林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最近你有没有听到 客户反应什么 就是对我们的衣服 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你们这是什么面料啊 这顶多就是传货罢了 这也敢叫高级定制 我身上这件 才是正儿八经的 意大利进口的面料 你这件面料 和我身上的一笔 差远了 这位小姐 您有什么意见 可以跟我聊一聊 林思佳 贝贝 天哪 你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越来越漂亮了 我觉得你越来越有味道了 现在还好吗你 挺好的挺好的 你忙什么呢 坏了 怎么会在这儿碰到 这个讨厌的女人 她不是秦天的人吗 秦天和我私下交往那些事情 不会让她知道吧 今天还有个老同学也在呢 谁啊 曼莉啊 曼莉 快过来过来 快看是谁 贝贝 和曼莉 我们见过 见过呀 什么时候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毕业十年了 你说我们在一个城市 都没有一块吃顿饭什么的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走 吃饭去 我请客 李总 我可以进来吗 你都进来了 什么事 我 这样的李总 林总之前虽然已经办过交接了 但是她这么一走 这些东西这些事 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总需要您签字 我们才能去执行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新的员工的考勤制度 这上面写着 要从一号开始执行 今天已经三号了 您还没有签字 我知道了 执行还是不执行 我知道 我知道 待会儿再说吧 还有这个 财务部急着 要我们做新的员工的工资表 然后我们有三十多个员工 已经开始要转正了 这是他们的花名册 您看一下 需要您签字 人事部要给我们新来的女员工 办社保卡 这是他们的花名册 也需要您给我们签字 还有食堂说 后天卫生部门和厢房局 要来我们的食堂进行检查 后天中午 就不能进行午餐了 他让我们到 码头的食堂进行午餐 需要您签字批准 行了行了 徐乐乐 徐乐乐 我告诉你啊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不住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对吧 很简单 你就把所有文件 放在我桌子上 等我签完字不就完了吗 明白 知道 我这件的面料 才是正宗的 意大利 财务品牌公司的东西 别说是国际一线品牌 就连现在国内很多高级定制店 都在用这家公司的面料 我知道这个品牌 是意大利一个很有名的 有百年历史的品牌 简称叫PC 其实我对旗舰店这个面料 我一直觉得 是有问题的 今天你这么一来啊 证实了我的想法 还得谢谢你呢 你客气什么呀 我这人呢 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 你们旗舰店 就是冲着高级定制 这个牌子走的 来的人都是有钱人哪 有钱认同什么呢 有钱就是冲着高级 两个字来的嘛 对 这个面料啊 我得赶快想办法 把它给解决了 你要是面料解决了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介绍 很多客人来 好啊 到时候你得帮我拉生意啊 你现在还做模特吗 那改天穿上我们家的衣服 帮我走走秀 宣传宣传 我倒是求之不得啊 不过呢 不好意思 我已经签了你们 对手的公司了 你签了绿宝石了 绿宝石也挺好的 而且我想 也许在绿宝石 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呢 但是不管你签哪儿 是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都是老同学 老同学就讲的是情分 同学之情 对不对 来 你这话我爱听啊 我们是老同学 我们谈的是友谊 我这人特别不喜欢 把什么同学啊 朋友的情谊 牵扯到生意上来 我觉得服装公司 应该是李秋阳的主意吧 我记得大学那会儿 你一门心思想考什么 康奈尔大学 当什么伟大的园艺家 研究什么五彩西瓜什么的 你还记得 是 现实是残酷的 理想总是美好的 我当初真的梦想 去考康奈尔大学的 我刚才还在跟曼莉讲呢 你说康奈尔大学 放着我这么一个 优秀的人才 我一心就想考他们那儿 可他们不要我 我当初毕业考试那阵 我还跟曼莉对过题了 我俩答得都差不多呀 对吧 曼莉 如果不是因为时间长了 我真得好好去问问他们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遗憾 你跟李秋阳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你看 现在没有出国 照样是当了大老板 有很多人哪 一门心思想出国 留洋去喝洋墨水 挤破头皮的 到最后怎么样 有几个能混成你们这样的 来 吃点这个啊 来来来 吃 玛丽 你别多心啊 子佳 我上次遇到龚伯伯 我看她跟秦天关系不一般 所以对这个人她说的话 你要留个心眼儿 什么心眼儿啊 龚伯伯这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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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了 她一点都没有变 还是那样 我打个电话啊 我有急事要说 你打吧 喂 固然 你赶快帮我查一个资料啊 我要那个 意大利的服装品牌 PC品牌 全名 我一会儿发短信给你吧 对 你帮我查完之后呢 发到我邮箱里 我要他们公司的 全部的详细资料 好 好 再见 思佳 你不是答应过邱阳 不再管公司的事情了吗 你说面料的事情 是当务之急啊 自己家的生意我能不管吗 但是面料的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交给邱阳去安排啊 你这样直接交代给固然 我怕他到时候又生你的气啊 这个交给你 谢谢 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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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李总 找我 是吗 之前林总 是不是让你找一下 意大利PC公司的资料啊 是的 你听着 这个事情 你就不用再去负责了 我交给张总去处理就行了 可是 刚才林总说 别林总林总了 林总在家带孩子呢 好